一身朴素的僧符 背着清便的行李 这一天 珍如法师又从槟城 来到吉隆坡的谭华院 为隔天一早主持 每月一次的八关斋戒法会 做准备 任谁也没有想到 在二十年前第一次 踏足谭华院时 珍如法师可是一个 刚经历一场病 而重获健康的信徒 生病了 过后康复期间 就看了很多的杂志 尤其是一些佛教 一些助力工作的杂志 看了之后 我心里很想到 如果我能够回复健康 我很想做一些 有这样的工作 来回报这个社会 就在一个很巧的姻缘 一九九三年八月间 听闻了维吾法师 在首都佛教大厦的 寻回红法 把爱心找回来 珍如法师就受了 冰城坛乡爱心福利组员的感召 而加入坛乡福利组的义工行列 当时福利小组的成员只有九人 当时我们也向花园这边的 堂家 国际国还有金县师他们 借用这个道场来说 就像是当一宫 达到二十九八年 早在四十或五十年代 谭华院由数个信仰佛教的摘孤 及信徒们所创建 其中两个主要的创办人 为敬献法师和许悦至老居士 当时有许多佛教界的大德 如封子凯居士 转逢老和尚 本道法师等 都到过这里蒋经红法 提帘或住宿 至今 谭华院的住者上 还保有一些大师的珍贵墨宝 这个帘就是封子凯 这是红一大师的弟子 封子凯的墨宝 他写给谭华院的这一对人 华则 咸阳 望法轮大转 鼓励 成立诸众生 谭华 洗心 唱佛日 高线 天照 收佛人世界 大殿的上方还有博园长老提的 陆苑湘云莫宝 为当年谭华院的落成开光致庆 从前的小花园已经被政府征用建成马路 外面的柱子也被拆了 虽然外貌跟从前不一样了 但是 谭华院二十年来在繁忙的旧巴生路屹立不倒 默默守护着前人种下的根 守护着一个宁静的核心 为现代人缔造一个牢不可破的精神家园 早年 因为受到谭华院各大善知识们的影响 真如法师和其他发心的佛友遵循佛陀教义 从事慰问贫寡 救济病老的工作 而谭华院成为了他们开始筹办佛教福利 及教育活动的场所 我们看的个案包括一些寡妇的 一些老人病人这样的案 他是我们两个礼拜出发 或者两个礼拜聚会开会 然后施宿上的两个月下来 从病城下来跟病者的组员 等我们聚会这样进手 真如法师在当了几年的义工之后 感受到佛陀说的苦地很真实 心里很想要解脱人生的种种苦逼 在1998年发心到谭华院当职工 当时一做就做了四年后来 我讲到说长期下去也不是办法 还是要充实自己 因为自己没有佛学的这个位置 所以就要去佛学院读书 当时就是为了要去福音佛学院充实自己 所以我们依旨的师父梯度 在谭华院这边梯度 依旨唯物法师在谭华院出家的真如法师说 学佛的道路是很长远的 也充满许多不可预知的挑战与磨难 为想出家的前后乃至面对将来的佛道 他很庆幸自己一路上都能够遇到许多大善知识的教会和指点 尤为感激的是梯度恩师 维护法师 用心良苦地在教育上和佛教志业上 给他的栽培与提携 这一天适逢观音诞 谭华院立场如网 举办普门品共修会 每当谭华院有共修活动前夕 住在大城堡的华嫂和往常一样都会来到寺院帮忙 不多话的他并没忘了来寺院的目的 总是很主动地协助妙物的清理 偶尔会一边念佛一边扫地和抹窗 华嫂其实是第一个接受谭乡福利组关怀的对象 二十年前一场意外夺走了他丈夫的性命 他一个人带着年幼的三个孩子 对未来也失去了方向 情绪也不稳定那种 他所说是需要有一个房间 有一些我从中给我一点 谢谢 在一个朋友的牵引下 他认识了谭乡福利组 就这样接受了当时谭乡适时提供的生活补助 经过几个月之后 坚强自立的他 自愿停止了福利组提供的经济协助 而转为谭乡慰问个案 自一九九三年开始 谭乡福利组抱着七分资助 三分自立的理念 默默为需要关怀的社会人士服务 二零一三年开始 义工们也走入吉隆坡中央医院的儿童病房 关怀病童及家属们 并在佳节期间带给他们娱乐 让他们暂时忘却身体的病痛 知道自己可以付出的时候 要向你们看齐 去帮助把我微小的力量去付出 回归给那些需要再帮忙的人 愿意如此付出和回馈 华嫂在佛法中找到了自己 明确了自己生命的方向和衣归 星期四早上 妈妈和往常一样 在六岁的郑君席去谭华院幼儿园上课 下车后 君席总会牵着妈妈的手 向老师问安 再跟妈妈道别 这一天 老师给孩子们为来临的毕业典礼 愚性节目做彩排 君席和小朋友们跟着音乐的旋律 翩翩起舞 君席刚进幼儿园时才四岁 怕生爱哭 常常黏着妈妈 然而在幼儿园老师的教导下 以及佛法的熏陶下 现年六岁的她 常常抱着愉快的心情来上课 户外活动时间 君席主动帮忙老师清理园区 当个快乐的小园丁 而其他同学们相处得很愉快 妈妈看着女儿学习上 有那么大的进步 非常开心 我也很庆幸 有这个机会 孩子从小可以在佛教幼稚园 学习成长 在学校里面所学的 要感恩老师心情教导 把孩子教得那么乖 除了户外活动 君席最喜爱的是讲故事环节 老师偶尔也会穿插佛教的故事 让小朋友们学习做人的道理 老师还给小朋友们学做面包 让小朋友们亲自动手帮忙 发挥他们的创意 做出他们喜爱的面包形状 妈妈说 君席最擅长画画 而且画得非常好 常常能够随手 把观察到的情景画出来 有一天还自学画出 美丽的佛陀像 随手拿起来就画 画在学校所看到的 画 阿弥陀我画佛像 你会画佛像 我很惊讶 他有一天在家里翻开他的画册 他有很多本画册的 他就画了佛像 佛陀像静坐的 还有一张是佛陀开示的 画得很不错 谭华儿童乐园 从2008年开办以来 就一直秉持着 谭香四大理念之一 少有所学 来办幼儿教育 学生年龄从三岁到六岁 上课采用全日志 这里提供孩子们一个 爱与温暖的学习环境 规律的生活作息 从小训练孩子做家务 从事艺术和各种创作活动 谭华儿童乐园 非常重视孩子的道德 与品行的栽培 希望孩子从小就能受到佛法熏陶 从而培育一个有品德 具有感恩心 有慈悲心的孩子 也让佛法从孩子 延伸到家庭及社会 这里是吉隆坡爱兴县辅导中心 温玉燕是爱兴县的辅导义工 每次电话铃声一响 玉燕就开始她的工作 用心聆听对方的问题 陪伴对方找到问题的出口 城市人生活紧绷 面对各方面的压力 如果这些压力没有得到疏减 可能就闹出身心的毛病来 1997年 雪龙檀香基金会 开始成立爱兴县电话辅导服务 就是希望通过专业培训的义工们 能够透过电话辅导 让大众有个疏解压力的管道 我在1998年开始参加训练 然后到2000年的时候 正式成为电话学坛义工 那时候我们的训练 是做了一年半 学了很多东西 使到我们能够在 作为电话学坛义工的时候 比较有自信 从参加义工培训 到现在已有13年服务经验的育宴 目前是义工培训课程的讲师 及催化员 从带领学员的过程中 他看到自己心灵方面的成长 这是一个很大的资源中心 就是我们在这边 我们贡献我们的一点点的能力 去成就那些比较希望得到帮助的人 就是给他们的一些资源 或者是一些辅导 然后其实我们自己本身 所有的义工也在这个地方 得到了很多的一个帮助 就是在自我成长方面 在自我学察方面 有很多很多的长进 一直以来从事教育工作的寓宴 也把在爱心县服务中的学习所得 应用在他的生活和教学生涯中 1999年 吉隆坡爱心县及福利组 结合成为爱心福利中心 并定期开办婚前准备工作坊 婚恋课程 每月公开讲座 青少年生命体验营等等 透过各项活动 灌输大众正确的观念 以缔造一个健康和平的社会 自2006年开始 爱心县也和八音檀香学院配合 积极参与国民服务计划之宗教课程 提供青少年不一样的学习空间 当年我参加 为社会服务的精神 然后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么努力的去提升自己 希望能够有更好的辅导数字 来贡献给我们的社会大众 吉隆坡爱心县也在2004年增添了面谈服务 让大众多一个寻求帮助的管道 随后在2007年增设游戏治疗服务 协助儿童疏解情绪及释放压力 并运用沙香及表达性艺术治疗 来帮助不善于用言语表达的群众 爱心县的辅导员也常受邀到其他团体 提供助人工作的培训课程 并通过广播电台分享辅导的活动资讯 以及助人过程中的心路历程 欢迎你到爱心县来 这是你第一次做辅导吗 是 那让我来让你了解一下我们的一些辅导的原则 那首先这里的谈话是受保密的 而这服务也是免费的 目前像敏奇一样的面谈辅导员约18人 他们大多是上班族 唯有利用下班或周末的时间来服务 20年来 敏奇和其他义工积极地把爱与希望的种子散播出去 希望那些曾经在生命中遇到困顿 彷徨或迷惑的人能够重获正能量 这里是谈香晚情院雪龙芬院 它于2002年成立 也是谈香爱心福利会属下的一个非盈利机构 秉持佛陀的教会 以发挥慈悲喜舍 肆无量心的精神而成立 为有需要的老人提供照护服务 让他们有个安乐的家 八十三岁的妙音阿嬷 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 也是长期吃素的老人家 两年前不幸在家中跌倒 行动不便 由于孩子们因为工作无暇照料 在多次探寻之后 他终于入住晚情院 晚情院的宗旨是以慈悲喜舍为奉献原则 以团队精神凝聚资源 为老人服务 希望提供优质照顾与乐运人士 让他们的晚年过得更有意义 入住晚情院后的妙音阿嬷 在工作人员细心地照料下 终于可以慢慢行走 为了老菩萨们的健康 晚情院也特别安排了适当的健身运动 让老人家们可以松松筋骨 活动中也充满乐趣 妙音阿嬷也非常热衷于这样的运动 我又不是哦 我很严谨哦 我问过很多间食杂 我不是我是要选啊 这个食杂啊 我女儿周围问过了 问过很多地方周围都有 情杂 我妈不错 你需要问吗 碰到个朋友介绍你啊 有缘啊 每一天定时的生活作息 让妙音阿嬷感到安心和自在 健康的素食和安和的生活环境 让她觉得这里有归属感 所以她决定就在这里度过晚年岁月 迟到终老 安乐啦 开心啦 有朋友啦 有佛友啦 大家 你又这么老了 我这么大家的心 心事说得出来啦 你有你的心事 我又我想说一下出来啦 在这里有一群相知相惜的同道中人 大家可以互相细说当年 一起缅怀过去或闲话家常 生活并不寂寞 定时的早晚课 是晚情愿不可或缺的活动 希望能够提供老菩萨们 一个学习和实践佛法的空间 让他们在晚年之时 能够找到一个心灵的寄托 妙音阿嬷在每天的生活中 都不忘自己的羞耻 除了早晚课 她总是静静地在房里诵经念佛 捉紧时间念佛修行 老有所依 终有所归 在佛法中 她找到了心灵的寄托 在晚情愿 她更找到了生命最终的衣归 我觉得说我们已经有建立了很好的基础 然后在现在很多菩萨跟我们常驻法师 大家继续的这个配合之下 我也希望说 我们雪龙的菩萨跟槟城的这个菩萨 有更密切的这个交流 把这些佛教试验介绍给更多的人事 共同来建立的稍有所学 装有所用 熬有所欲 装有所贵的团体 潭香基金会于1990年1月成立 1993年成立了潭香基金会吉隆坡分会 1999年成立泰国潭香基金会 2003年成立潭香基金会森美兰分会 这些年来我们积极推动的佛教事业 在教育方面 我们开办了潭香幼儿园 周日佛学班 潭香七年团 善优之家 潭香佛学院 国际佛教大学 及远程教学课程 福利方面我们则有 潭香爱心福利中心 潭香复利晚景宴 真一失要 修辞方面 除了列长共修 我们也定期的主办八观摘接会 佛山 精进佛区 短期住家 及常年法会 2013年12月 珍如法师正式接任 潭华院住持一职 他期盼自己继续听评 师父上人的督导 与启愿常驻三宝的加持 让他与常驻众一起努力 护持昙花院过去的种种修持 福利及教育等共修活动 接引更多人来学佛 潭花从花开到花谢 只有短短的几个钟头 在这一开一落之间 生命的美好和庄严 生动的展现 故称 潭花一现 只求一瞬间 轰轰烈烈地放射 毕生的辉煌 他提醒了我们 人生如潭花一现 来去匆匆转眼即逝 但愿潭花院的义工 也能时时刻刻 如潭花一样 靠一生的累积 默默辛勤的付出 换来光芒四射的一瞬 把佛教的精髓流传下去 利益十方众生 祝大家在学佛道路上 不会增长 阿弥陀佛 佛法康严 潭花万岁 好 第二次 佛法康严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